Hello,大家好,今天来一起洗个脸 又是很久没有一起洗脸了 嗯,我刚吃完饭,你看,这个唇膏都要掉了 我现在就从卸妆开始吧 今天用的东西之前有一部分已经提过了 但是是那种产品的分享 没有说上来给大家看这个效果 那今天就是夜间我的Routine的护肤固承 结合这些产品使用感一起来洗脸 你们看一下,我今天这个化了妆 底妆用的是香奈儿的一个CC Cream 它就是有点干,特别到秋冬的时候 一天下来反正也没有扣油 你看脸就是这样 但它倒不脱妆,我还是蛮喜欢用的 然后卸睫毛呢,我一般就是还是用 这个Kiss Me的卸睫毛的液先给擦一下 我喜欢卸妆呢,还是要就是眼唇分开的 最近都在用这个Georgia Manny的 也是之前开箱里新买的 这个卸妆液一般般吧,妆贵的价格 但是呢,也是稍微有一点忽眼睛 有一点油油的 我就把它两片都敷上 我大概也就会按几秒 然后就轻轻的擦一下 主要是想把眼影给擦掉 还有眼线 我会再擦一下眉毛 之前你们经常问我眉毛有没有闻过 我还是从来没有闻过眉 我会把这个眼皮低了起来 擦一擦那个睫毛根部的内眼线 这样就擦掉了 今天眼影睫毛啊什么的 画的不是很重吧 所以你看这个西装液 西装力还是可以的吧 轻轻松松卸掉 偏口红的用的是就是比较能够染唇的 你看我吃完饭还剩这么多 所以用这种眼唇西装液来卸一下 卸妆膏呢我有很多啊 最近大火这个Farmacy我也有 确实挺好用的 但是我现在就先用这个 想把它空瓶掉 这个是Animis的卸妆膏 这个应该不是那个最大妆的 算是一个小中央吧 膏体就是黄黄的 很粘稠的 我脖子上也会抹 因为脖子上也会有底妆 很强的精油味 而且掺杂着一些油脂 要变质了的味道 就是它的味道不是那么的好吧 起码没有Farmacy这个好 但是我就把它用完 哦 我得把头发弄一下 这个比较放那个好延展 较放的你必须要 就是加一点水揉搓 这个就是可以化开成油状 脖子这里啊 小伙伴经常问我 怎么洗的时候才能不弄脏 其实如果不拍视频 我就上衣脱光了这样去写 然后冲进澡间里去冲 但是今天因为要拍视频嘛 所以就用毛巾垫一下 你看基本底妆都溶解了吧 都没有了 然后我就现在加水冲洗 你看 一加水就变成这样了 我会先加一点点水揉搓 然后再大量的水冲洗 洗澡就洗过之后呢 其实已经很干净了 但是我要再洗一遍 最近用这个 Georgia Amani的这个洁面乳 黑药盐 黑药石 我也不知道 就是那个系列的吧 是推荐给我那姑娘说的 是氨基酸的 香味就是像Georgia Amani的香水的味道 香味挺大的 我不是很喜欢这香味 但是它用起来很舒服 它起酸是比较丰富的这个泡沫 它洗得很干净 洗完也不是那么干 虽然不是那种最保湿的吧 但是也不错 这个睁开眼睛 没有刺眼睛 不像SK2的那个 好 冲完脸了 现在就用这个Winner的 棉柔筋 相当于国内的全棉时代吧 这个在洋满序很有买的 用这个擦一下脸 你们看 就是眼睛下面 还有一点黑黑的 就是没有卸干净 我还要拿一个棉签 这个里面灌的是那个什么 Bilderma 贝德玛的那个卸妆液 擦一下就是眼瞼的位置 这个位置经常有 卸不干净的 你看擦了 颜巾上还有黑黑的 接下来呢 是二次清洁 取一个棉片 我最近都在用这个 Cell Cosmetics 瑞氏的瑞盐 它的一个toner 这个就算是植物花水的感觉 有点像Cicely的玫瑰花水 非常好用 用起来有种芳疗的感觉 然后擦完脸超干净 超级亮 还有轻微的去角质的作为 脖子也要擦一下 方式有洗不干净的手 特别是耳后 给你们看 这棉片还是有一点点黄的 那二次清洁完呢 我会加入一个调理角质的环节 我最近一直在用 已经快空瓶了 这个是Cell Cosmetics Activator Gel 开始是预清洁这个步骤 你看它挤出来这种流动性的凝胶 把这个凝胶就涂在脸上和脖子上 然后再加水打湿 让它有一个乳化的过程 这个过程就是帮助你活化你的细胞 然后去除老肺的角质 之前我拍过瑞盐Cell Cosmetics那个专辑 很多人以为是广告 其实不是 全都是我自己买的 在Sex上买了三个套装 眼部是买的正装 他们家产品 我比较推荐清洁系列 就是什么解面乳啊 像这种凝胶啊 爽肤水啊 然后像面霜什么的 我就觉得一般 然后眼睛滑也还可以 那所谓乳化就是你一加水就会变白 它说明书上就说 你就这样按摩 因为今天要拍视频 我要感受这个质感 给你们讲嘛 所以我就没有用我这套 Skin Care的刷子 要平时的话 我就是拿一个刷子在上面打圈 这个Activator Gel 特别神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就用完这种脸 哇超平滑 超亮的 说明书上说乳化后 就这样放置两三分钟 再用湿的棉绒肌把它擦掉 那个时候脸就会非常亮 能等两三分钟 好大概等了两分钟 你看它已经完全干了 然后也不黏就没有任何感觉 我现在就用刚才擦脸的这个棉绒肌也没有太湿 把它打湿了 把它打湿了之后 然后用这个把脸上那个 gel擦掉 然后这个步骤我大概每隔一天会做一次 我不会天天做 因为我怕引起那个脸的角质层太薄 好现在擦干了 然后你们看到了吗 看到我脸上这个光了吗 就这个东西超神奇 就让你脸特别干净 就像抛光了一样 你看 最近下巴长了一些痘吧 就是好像是生理期的那种生理痘 因为我不出油了 我应该不会是那种油脂敷泌过剩引起的 那以前如果你看过我护肤视频 你就知道我每天都敷面膜 但我是涂抹式的面膜 现在用的就有七八款 那今天呢我就是敷这两个 用这个挖勺取一点 把它敷在眼睛下面 我这个区域特别容易干 所以我这边也会敷 就是敷到颧骨上了 这个眼膜 今天脸上敷一个这个吧 就是迪奥花蜜系列的 这个就是比较滋润 是个干皮 它说是睡眠面膜 但是我一般都不敷过夜 就是不喜欢粘到枕头上 或者觉得糊的话 还是用这个面膜刷取产品 我用面膜的量呢也是很凶的 就是我会厚厚的敷一层 因为我总觉得这种太薄的话 可能没什么用 那我每天都敷面膜嘛 所以一周七天 但是其中有两天呢 我会用那个美容仪器 我就不会敷面膜了 所以我涂抹是面膜 用的特别快 像鼻子上和下巴上 我经常就不敷了 因为我这两个位置 觉得不需要额外的滋润 所以经常就不敷 也是怕那个堵塞毛孔 营养过剩 然后有余量呢 我会把它涂到脖子上 那以前有姑娘说 想晚上也这样做保养 但是就觉得太麻烦 没有时间 我其实就是做一步 可能就去干点别的 弄弄小孩啊 或者什么洗个衣服啊 之类的 所以我再回来 不会是什么二十分钟 一个小时 像这个涂抹是面膜 它也不怕干 我一般就是临睡前 才会回来把它洗掉 再上其他的保养品 那我就敷一会儿面膜 我们如果干时间以后 再回来 好回来了 现在等了大概有一个多小时 然后你可以看到 刚才是那白白的 我都没有动它 就像全部融化了一样 画面系列这个面膜呢 我觉得还是适合干皮的 可以看到它非常的油味 很油润 那我也是涂的多了点啊 就这种状态 没办法把它过夜的 肯定全都沾枕头上 那我现在就把它洗掉 我对付这种涂抹是面膜 也是这种绵柔筋打湿 然后先把它擦干净 这样你再稍微用水洗两下 就很容易洗掉了 另外眼睛上还有眼膜 也要把它擦掉 其实这个眼膜也是可以过夜的 但是我都不喜欢过夜 简单擦一下之后 它还是很油腻的感觉 还是会冲一下水的 拿毛巾变成 然后再拿一整 你看皮肤是超好的 特别透亮水当当的 每天晚上敷一个这个涂抹是面膜 我觉得还是很有作用的 好喝饱水了 也不紧绷也不干 到我那个梳妆台上去 我开始晚间的保养 你们再看一下皮肤 真的超好超亮的 然后也不干了 我先涂水吧 最近就是Laparit的水 这个是年初的时候买的 这个水特别香 但里面就是 据说有它家鱼子的成分 我觉得就是涂起来 吸收挺快的 就吸收完脸不会黏腻 但是保湿效果呀 中等的不是特别特别保湿 然后其他也没有什么了 那我一般就是这样怼着 然后往脸上抹 我大概也就用了不到一个月吧 就用快一半了 我用的还是挺快的 因为有的时候涂两层 涂一层干了 就像没涂一样 然后再来一层 精华水之后呢 我会上眼部精华 我会一个眼睛产品 一个脸产品 这样呢它就会分开嘛 就说有一定的吸收的时间 眼精华用的是 还是Cell Cosmetics这一款 这个我买的是一个正妆 它用的挺久的 你们看哦 它挤出来是淡黄色的 非常轻薄水润的 真的就是精华液那种质地 我用起来很喜欢 我觉得这个眼精华不错 我的时候又加强 这两个颧骨的位置 然后拍一拍 然后我上眼皮也会涂 因为会觉得上眼皮会比较干 那等这个眼精华吸收的时间 就上面部的精华 最近在用这个杜克的色修夹 它里面是这种绿色的 那这一支呢 是杜克的色修 这个色修夹呢 是一个美白的 所以最近在用这一款 我好像能看到一点点 就是白的这个效果 然后你看 它这种绿色的 稀稀的 然后涂的时候 它说明书上说是 比如说你哪有斑 像我这边有几个雀斑 还是什么斑 我也搞不清楚 所以我都会重点涂一下 这个有斑的区域 像这边 涂一下 然后像鼻子上面 我这边是有雀斑 我也会重点涂一下 然后剩下的呢 就是大面积抹开 希望它能够让我越来越白 这款精华使用感不是很好 就闻起来跟那个色修一样的味道 然后涂多了就特别黏 效果能看到一点点 不是涂上几天让你变特点短那种 但是确实有一点美白的效果 涂完之后真的好黏啊 今天眼霜就来个小样吧 这是SK2的眼霜的小样 这还挺多的 6毫升相当于快半个正装了 是特别油润的那一挂的 我是眼下不太容易长脂肪力的 如果你长脂肪力 我不知道用这个会不会长 但感觉就是非常滋润 是油润的那种 好 眼霜涂完了 那这个时候呢 让脸再吸收一下 我再上第二道精华 那最近在用Bio-infect的冰岛的 EGF的这个精华 这个还挺贵的 100多美元 它只有15毫升吧 就好少 这款计划用起来很像面油 非常厚实的那种精华和褶离之间的状态 然后涂上特别滋润 超滋润的 就这款你们谁要是大干皮 外加敏感皮 都可以有补水能力超强 立刻觉得脸好润呢 看这脸 这油光 其实它完全不含油啊 但它就是超滋润的 但因为它是精华 它就没有那个 呼淡光的那种感觉 就是涂上脸就吸收了 但是变得就是有点黏 大干皮一定要试试这个 我是中性皮 就不是每天晚上都用 就是隔一段我会用一下 好 那这个精华上完 我可能还会去干点别的事 喝点水啊 剪会儿片子呀 弄到小孩洗洗衣服等等 因为这个精华就是 上完之后脸好黏 我希望它就多吸收一会儿 就在我皮肤里面 set一下 然后再回来抹 最后一步面霜 所以大家看到 我的护肤步骤都是 隔一段时间做一点 隔一段时间做一点 我并不是有整段的时间 都坐在这里 搞一个多小时 不是那样的 那我就是过几分钟再回来 哎 我回来了 然后下巴上涂了那个 治痘痘的那个药 嗯 好像还蛮好用的 嘴有点干哎 最近一直在用 这个牌子的唇部精华 嗯 那就会出来一滴这种 黄黄的精华 跟水一样的 吸的那种质地 把轻轻涂在嘴唇上 但这个特别容易 浸到嘴里 就已经苦不太舒服了 这姿势效果超好 而且凉凉的 很舒服 好 那我最后就是 上一下颈霜和面霜 颈霜就一直用的是 Replenix的 这个颈霜 嗯 打算赶紧把它空平掉 你看还剩不多了 把它涂抹开 这个脸还是很有光泽的 一点点黏 但是没有呼的话那感觉 我最近爱用的面霜 就是杜克的这个 AGE面霜 这个里面就是 含有波斯因的这一款 你看我用了好多了 对于我这种中性皮肤 现在算是深秋吧 觉得刚刚好 没有觉得不够 我特别喜欢 最近就是陆陆续续 买了八款面霜 一直在体验 但是如果晚上不想体验的话 我都会用 就是这个AGE的面霜 它这个味道 不是很好闻 像胶水还是什么 那个味道 完全跟香不搭边 然后还挺厚的 但是抹上非常的润 润而不油 然后厚而不闷 真的是超爱的 而且抹完脸 就特别的烹润 一点都不油腻 第二天早上起来 气色非常好 我无敌爱 目前来讲 是我最喜欢一款面霜 所以今天呢 算是剧透吧 我最喜欢面霜 就是这一款 等我八款都体验完了 给你们出面霜专辑的时候 再把它好好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连同其他的一些 因为不一定 每个人的复制 都跟我一样嘛 对吧 好 那就抹完面霜了 这个脸 现在呢 就不是那么黏了 是很嫩很润的感觉 当然我也算 就是糊的比较厚的这种吧 好的 那今天一起洗脸 这个视频呢 就是这样的全部内容 晚间护理的步骤 就是这样 是不是还挺简单的 最后可能 再抹一个护手霜 然后就可以睡觉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帮我点一个赞 订阅我 那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